大家好 有的学生而且问太极拳锻炼对膝盖的伤害的问题 其实太极拳对膝盖的伤害并不是这么大 主要是咱们还是训练方式有问题 咱们每天在练拳之前应该的充分预热 充分的把关节活动开 好多练拳之前的活动 一定要做充分的 再一个就是根据你的运动量 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来 不要上来就增加运动量 尤其咱们练拳的时候 刚开始架子你可以高一点 大家练拳的时候 画圈的时候可以高一点 随着你这个预热活动 身上充分活动开了 慢慢的再加大运动量 再一个就是数量问题 刚开始你画100个圈 然后随着你的运动量增加呢 可能画到400500甚至1000 然后这样呢时间就长了 时间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关节不要硬弄关节 做的时候一定要外形顺遂 尤其是一些关节 随着运动量增加时间长 然后呢 你可能这些关节就容易损伤 劳累 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应该是锻炼完了以后 是肌肉酸脏酸疼 而不是关节酸疼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出现关节酸疼的情况下 这个关节疼 你都要注意了 是不是你做的外形不顺 所以说呢 再一个就是运动之前 一定要充分的活动开 把关节都活动开 加微信旁宏国的拼音 获取太极权公益教训